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我是Zu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将跟大家分享我 上上周去逛宜家的时候 顺带买的一些小物件 有一些还是需要我自己手动安装的呢 就是这些 这次我在逛的时候 发现宜家好像在做活动 很多东西都降价了 于是我就选了一些 觉得自己可能用得上的东西 分为这几大类 低类玻璃制品 第一个是一个竹台 很小巧 两块九 是我这次买的所有东西里面 最便宜的了 它其实有一点重 是因为它的边缘和底座 都是有一点厚的 但是挺小巧 并且有一点设计感 下面是有一点水波纹的 第二个是一个水杯 我准备用来装宜家的干花 它最特别的地方在于 它的把手是这样的 它没有那种像杯子一样 圆弧状的把手 整个高度也不是很高 本来装干花 我准备选一个那种玻璃盘的 但是我觉得玻璃盘太占地方 这个或许更合适一点 三块九 第三个是一个花瓶 竹台 二合一的玻璃制品 我最喜欢的是它的颜色 当时在宜家的那种灯光下 第一眼我就看中它了 还有它这种二合一的设计 正着放就当一个小小的花瓶 反着放这里就是放蜡烛的地方 就变成一个竹台了 三十九块九 第四个六角形的玻璃管 七块九 上面是一个银灰色的塑料盖 有密封的效果 我主要要来放宜家的糖果 这个糖果都被我吃了几次 这么一点了 第五个带塞可以密封的玻璃瓶 我准备装一些饮料 果汁放冰箱里 它的容量是一公升 但是让我有一点遗憾的是 这个印花我不是很喜欢 不过很便宜 七块九 第二类塑料制品 六个装的彩色塑料盘 九块九 像我脸这么大 我准备去自己烧烤的时候用它 十七个装的保鲜盒 各种大小规格的都有 十九块九 我也是准备去烧烤的时候用上它的 像小的盒子的话 就可以放一些佐料什么的 大的盒子 就可以放烤串啊 蔬菜什么的 第三类 上上的蜡烛和植物 三十个装的香辣 有苹果和香梨两种香味 十四块九 我其实以前用过 但当时用着不习惯 后来就没有用了 这一次我路过的时候 真的觉得 这个苹果的味道好好闻啊 忍不住就又买了一点 同时我还买了三个香包 三块九一个 草莓味的 黄桃味的 还有椰奶香味的 我觉得都挺好闻的 第四类 制物价 一个用锡盘固定的 转角隔板 高17厘米 纯重是3公斤 29块九一个 我买了两个 装好之后就是这样的 它的侧边是用卡扣 和这个锡盘固定的 锡盘呢 本身有一定的粘度 粘在墙壁上之后 就可以在里面 放一些小物件了 我准备在这个位置 一上一下的 放上两个 转角隔板 我已经把墙面 给清洁干净了 我准备用水平尺 调整好角度之后 就把它给粘上去 它是用粘胶加锡盘固定的 我觉得粘的还挺稳的 把说明撕掉 放上东西之后 就是这样的 可以装一些化妆品啊 什么的 一个不锈钢脚壁贵 99块钱 我准备用它来替换掉 原来我淋浴房 两层高的质物价 它的整个高度呢 是58厘米 因为这个是三层的 我原来是两层的 包括不少 所以呢 这一次我要赞考呢 打开之后 就是这些东西 三块隔板 它的隔板 边缘都是不锈钢的 里面是塑料的 还有两块支撑架 但是这个支撑架 好像只有一个钻孔的孔位啊 所以一共只需要钻两个孔是吗 我又研究了一下说明书 发现它真的只需要两个螺丝 就可以固定在墙上面 就是这两个 但是它并没有送任何自工螺丝 不过我那个架子拆下来的话 就会有四个孔 那我是不是可以沿用其中的两个呢 那我还准备了半天 什么钻头那些都找出来了 这个就是我淋浴房目前用的植物架 是双层的 用了四颗螺丝固定 它很好沥水 但是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沉重的钢丝 非常容易脱落 每一次修复好了之后 坚持一段时间 又会继续这样脱落 所以我觉得是设计的问题 反正大家都不要买这种 我觉得这种其实并不好用 那现在呢 我就准备把它拆下来 换上新买的植物架了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 这是原先的螺丝孔 现在我已经把这个植物架给装好了 但是它原先的孔波是完全百分之百对应的 不过装上之后还是可以用 也比较稳 但是它只用了两颗螺丝固定 我不清楚这个沉重能不能坚持很久 反正只有长期时间才知道了 我刚才已经放了各种状况上去 发现还挺稳的 我就比较放心了 但是我今天很遗憾 因为我已经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 要准备钻孔了 甚至还准备了一个神秘的工具跟大家见面 这是我爸之前在看我安装了水泵的那期视频之后送给我的 因为那期的钻孔真的好危险 他就送了我一个长体探测仪 但是这几个月我都没有机会用到它 我本来以为今天是可以展示它 可以把它派上用场的 但是没想到 那就只有下一次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就跟大家分享它 因为我发现它真的很好玩 就像一个扫雷仪一样 好的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虽然有遗憾 但整体比较的轻松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